要離開了 老師們肯定有很多的話 想要對你們說 娜娜 就覺得 其實今天不管是哪一個樂隊離開 我覺得我們老師們都會 會非常難過 然後 我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 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公演的時候 是我陪著五星跟任一彭一起在台上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很緊張 因為 也是第一次做老師 然後 其實當時也不知道可以給你們什麼 因為 確實在音樂上面我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 但是 就是 捷徑所能把我有的東西給你們 然後 也希望那個時候可以帶給你們一點點 力量和幫助 然後 真的看到了彭彭從一開始 然後進步到現在 覺得非常開心 也非常欣慰 第一次做老師能有 這麼好的學生 然後 五星也是一次比一次 更好更放鬆 然後再到 然後 再到每一個人的加入 我覺得 都可以看到你們的不一樣 所以 非常謝謝你們 然後 我覺得這不是 銀河系的 就是結束 這個是一個 可能 可能 可能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覺得 希望在 不同的舞台上都能看到你們 你們 你們今天在舞台上是 背後都是有光的 所以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 娜老師說得非常深情 我就說點硬朗的 故事沒有結束 你們的舞台剛剛開始 不要想那麼多 音樂其實沒有比賽 我們只是靠這種形式 來讓更多人知道你們 所以明天的是 你們自己的舞台 教導主人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別記仇啊 現在我們下次音樂節再會 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因為 我跟你們 真的有很多 很多接觸 我覺得你們有很多時候 特別幼稚 但是幼稚的很可愛 就是你們明明那個東西 不太擅長 但是你們很想突破 你們硬是要去嘗試 就其實在你們身上 我看到很多 小時候的自己 到今天 其實我還是覺得 你們剛剛的表現非常的棒 然後我會覺得 我為什麼做音樂 有一天如果我的音樂 也可以 給你們鼓勵 然後當我聽到 剛剛 五星說 他其中一個願望 是想要跟我一起表演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做音樂 因為我真的很希望 我希望我的歌可以 成為你們的力量 然後 然後我想說 就是我希望 雖然今天你們經歷的東西 我覺得是 特別難的 但是我希望 十年後 當你們回頭看 你們會感謝今天 我也很感謝你們 在我的夏天裡面出現 謝謝你們 così 謝謝 感谢观看